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攻略 我是林志棠,我問這個環節,邀請你Stanley,和我們Cash Stanley好 我都提醒大家,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可以打你204-6566 問一下我們專家意見,或者將問題電郵 去到ASKBHchannel.com,或者WhatsApp91571428 給我們Facebook上都有掌聲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分享影片 有問題可以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恆指繼續要跌965點,最新25189點 國企指數跌大約4% 最新1035點,跌421點 大股成交977億多 我和Stanley說一下市場 現在跌9百多點下來,今日25000這個位置未穿到 而且剛才曾經試過跌幅收集,無論恆指也好,旗指也好 以為都可以少鑄地搏反彈 但真的要一閃即勢 搏反彈? 而且已經有很多人問,買不買得到 似乎大家的心態,不怕之餘,還是大減價時段 想買東西,想掃貨 大減價時段,通常大減價是何時發生的?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 大減價? 類似可能說,類似東西再便宜些時段,是何時發生的? 你想想,假設是買了些什麼魚傘那些 都是8點後的 是 是不是? 你想想現在,現在是否叫8點後的時間 未去到最底 未了 現在8折左右,可以去到5折 類似的,等於你的東西 為何用這個比喻呢? 其實現在我當作減價 這些減價可能是一般時間的減價 但到8點後的那些是叫劈價 現在是一個減價還是劈價的時間呢? 第一,為何去鑑定這兩件事呢? 很簡單 大家害不害怕? 不害怕 不害怕即是減價 你害怕時是劈價的 你現在還未害怕 所以我們還可以笑一下 這樣說法 好像都 當然了,我今早也跟Ricky那次說話 如果按道理 大家有看開我們節目的話 其實這一轉應該避了不少東西 講清楚 因為我們這裡都不斷說 可以再等一下,不急著 都說穿26,000、25,000 再看些什麼情況 應該都避了不少 特別是匯豐,應該都避了 匯豐真是四字頭,很吸引 48億多 但問題是吸引,你買不買 大家都很想知道,現在很吸引 現在發不發好? 8厘了 上星期7厘那次都說了 7厘多,很吸引 8厘 沒有的 你面對這些市貨 很簡單的說 你要知道這一次的跌市 一些前引後果 當你明白這個道理的時間 其實某程度上 你自己可以判斷到 你到底買不買貨 好像說,我見有威壓 金金金金運 有幫人現在買不買 72個 你本身說75元以下 所以現在按道理可以買的 我覺得我都 我今天都 今早做到曾經有一刻都幾 幾心動的 心動的 沒錯 但問題是 但是 是 我會覺得 再跌些 70元 不是 你是入第一柱貨 OK的 但是你說 我自己覺得 70元都有機會見一見 這些位置 其實沒有 就是按你的市場 你好像之前 你說26,000點 刷得到的 你說買貨 OK 但是現在26,000沒了之後 看白五行不行 還有我們都說 三百多點 其實是 你刷得住的時間 至少有一刻 都可能打算 可能你說 三四八點 這樣 再看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這些市場 我們都說 之前常常說向頭肩頂的形態 你調整得到 不知道這個數 還有其實油價 這一著 大家有些是 猜不到的 因為 有些叫黑天內的事件 是 而且我也有點兒在意這件事 因為記住其實未來這兩三天的時間 講回市場的情況 這兩三天其實是很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一下油價對我下來 其實按道理有很多國家有很多企業是頂不住的 我覺得可能一些油的出產局那些 你想一下油價對得那麼厲害 你已經是之前可能覺得油價反過來也好一點 因為國家本身的情況也好一點 但是你這一陣子又對得到去的時間 你想一下很多企業 每一個國家 可能有機會真的熬不住要破產 那麼誇張嗎 為什麼呢 你不要想像泥巴亂都好像 今早的國家泥巴亂都好像說什麼 說已經違約了 我看到一段新聞 好像泥巴亂那些都是違約 因為不要忘記這件事 這麼快油價這樣堆下來 這麼快就要宣佈違約 不是 它可能是自己的問題 但是我想問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油價你這樣堆發的時間 有很多企業 可能你真的熬不住 甚至乎 有些什麼企業是靠著賣油 有些機械、建築商那些 那些時間 你油價這樣堆發的時候 可能你自己做的一些對沖 你又不出奇 好像葛泰這些 之前不是對沖的油價升那些 你可能從地上轉跌都會做這件事 有些什麼情況會做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 可能很多是企業 甚至是金融公司那些 你沒有你騷大了 你真的可能有可能出事不出奇 所以其實這兩三天 我會覺得有可能有機會 這些事會慢慢浮出來 這一下我覺得是要關注的 那現在來到這一步了 25,000、1、25,200這些水位的時候 我本身還想問 就是大家現在又是想分住買東西的 就是既然都兌了這麼多 就是7、8億這個 7千億這個 這個要講是什麼時候的呢 10包之後之前 是 但是 如果你的意思是說 接下來還有很多不同路逐逐的負面消息出來 但是 經常都說分住勤納的 是 如果 你買個股可能會搓得更厲害 如果買200,000可以不可以 你也有個朋友問 我剛剛下午的時候在想 現在逐步逐步買200,000 可以的 當作是草貨 其實你說 又沒有槓桿 是 還有你至少 按道理 其實指數都是上的 除非你剛才剛才撞到一些大熊市 這一段是沒有人知道 因為最重要是再觀察很多東西的 但是至少你說這些位置 開始慢慢分住 好像 我當你說現在 25.5那樣計算 你未來可能 當市落到25,000左右 這樣計算 入底住貨 可能大概是25.2 就先進入第一住貨 下環境 這些分住去買 又真的不害怕 但是 唯一是你覺得 如果萬一再多2,000點下去的時間 你要有大約再加住 那如果是說分住 那200,000也不是很多錢 一手 你以為是買一手嗎 是啊 但是 你自己可以控制住貨 這個容易的 酒棧 不是一手都幾皮東西 很難酒棧 那是 它一手都差不多 12,500 那未去到 好像 我想買阿里巴巴分住 你很難分很多住 阿里巴巴那麼大隻 一住 兩皮東西 是啊 200,000這些 似乎 我啊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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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分住 不可以 但是 如果是200,000去分住的話 每月500點再加 每月500點 或者每月1000點再加 那500點都加住 OK的 那我當你的市場 最不幸運到 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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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不可以穩陣一點 或者那個Flexibility大一點 這樣玩 這個是彈性的問題 彈性OK 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個 好的 就是你撥反彈 當然不買 200,000 當然啦 但是你說我們當作儲貨的 那OK的 嗯 不過如果這樣算的話 有某程度上 真的要很視乎整個疫情 以及經濟的用方 怎麼走 現在又說會搞到年尾嘛 是啊 那個年尾的時間 可能又說說到不知多少年之後 是啊 那怎麼辦呢 但是你這個 就是我又覺得 現在大家在說說 可能余戴口罩都要戴全年 但是你所有的經濟活動 或者是每個人的活動 其實都要恢復正常的嘛 始終有一天 正常呢 就看你本身 那究竟是 正常的概念是什麼 嗯 因為如果你正常的意思就是說 可能大家到遲些的時間 假設你說 半年之後 大家可以 即是出家不用戴口罩 大家又出來吃飯啊 那些呢 那這個是一個 正常的情況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 情況就是說 大家已經 全民已經 習慣了戴口罩 沒錯 我覺得這件事是機會很大 是啊 但是你這樣算的話 那你其實很多那些的活動 就好像這一些 叫做是可能一班人的 一些可能你說 聚會 可能你說出去看球那些 是不是全民戴口罩就行了 就是這個其實 這個演化呢 很多問題出現了 那所以你說 就是因為正常化這件事呢 都要看一下情況 但是問題是你只可以說 就是無論任何一個時間 雖然一些的疫情 特別是這些全球性的話 對於那個經濟的打擊 是真的很大 我想有一個概念 很簡單 有一個概念就是 或者現實的情況 那你現在奧運搞不搞 是 就是你想想那些奧運 你不搞的時間 其實很多的產業 已經有影響了 嗯 甚至日本這些大件事 是 就是你想想這件事 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嗯 就好像你香港這邊 這樣算 你很多一些譬如說 一些的 很多的演唱會 一些球賽又全部都停了 甚至乎有沒有一些 現場觀眾的考慮視像 其實這些是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但是問題是 現在大家說 講這些 也有些多餘 因為都不知道要怎麼拍下去 是吧 所以你只可以說 我一步一步看 但是你說分駐去買東西 現在 某些的板塊股份 我會覺得 都真的可以 偷一偷的 例如呢 如果板塊股份 一定是有些5G那些 不過不是現在 現在我會覺得 都是要再等下 763那些 763那些 一定是首選763的 如果你是最安全的 今早我們就說那些 都會跌下去了 香港的寬頻 就是1310 也不是跌下去 14000咬得很硬 是 123那些就安全 全都不跌的 這些都真的 這些防守性高 都很厲害 這些就是厲害 萬古街坡 街坡 可以這個1310不破 我老公經常都是這樣說 正常 正對 ok 真的你老公懂些東西 是嗎 但是 你摘一摘你老公 摘你的眼光 但是我剛才 我們還沒說 會傳聞 即是 都猜到接下來 都會保持戴口罩 我今天就在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1137都可以繼續買一些呢 137 1137 為什麼 港市 保持戴口罩 因為現在 其實基本上 歐美那些國家 現在不知道戴口罩 究竟是不是流行的時候 其實未來的口罩需求 都還很大 但是問題是 你很多公司都做口罩 現在 基本上是多到 又可能到時分分鐘 要做這個情況就是 雖然大家預期 都還要戴口罩一段的時間 但是你說現在口罩 會不會又好像很缺貨呢 應該就不會 因為全世界都做了口罩 實際上說這件事 是 所以既然現在每一間公司 就是不要再趕市 很多公司都說 自己會 點你條新丸線出來做口罩 那些 其實你整一下整一下 真的要很多 那當然了 這一轉之後 我都覺得你說 大家的衛生意識 會再提高的了 真的到時你說 可能大家那些什麼 雙胸咳頭痛 都會戴口罩的了 以前大家可能 出街的時間 叫人戴口罩 會害怕的 是 一條分算 你可能到時大家的時間 你不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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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但是問題是 單這個口罩 對於一間公司來計 其實那個幫助不大 可能你的營業額裡面 又可能一百分之一 是來自口罩 但是這個對它的貢獻 是不顯著的 所以如果你只炒 好像港市這些 只炒口罩概念的話 其實是 不是那麼OK 但是只不過 你說如果以它那個叫做 我們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現在的街的力量去看 是真的厲害的 就是現在問 又問回自己 就是從我自己為例 你好像現在突然說 我想買東西 因為好像你說 你上去那裏看 有些產品 是真的零食 可能不貴 所以你說見一些 什麼北京維尼康特價 可能是便宜一點的 可能便宜一兩元這樣算 但是問題是你真的會想 送貨 它也做了貨 還有我可能買它的時間 買大小的東西 我會不會去超市買 又不會 所以其實整一下整一下 當然來習慣到這個人的時間 它是厲害的 還有 又講一下自己一些個人的東西 話說我訂了一些貨 其實我以往 很多時候 要自己送上門的那些貨 那些東西 我昨天第一次 去一些什麼智能商那裏 1.137 你跟香港電視 我不知道1.137 我想不是 是你一家 自己在網上 不是說了 寬頻 香港寬頻 它有什麼TVmall的東西 是 話說之前 突然有訂口罩 我訂了一盒 昨天去拿 但它全部是自助的 第一 去到那個地方 它有很多部機 讓你按 我第一部已經選錯了另一部機 那我沒有用過 是 我按另一部機 在那我坐 我入手號碼 就算了 這部機不行 我按另一部 然後按另一部 但是我又不知道 那麼厲害 一按下去 立刻又會彈 那個箱子會彈開 你去拿光 很方便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很久了 順風也做了很久了 因為我每次都是送上門的 我很少說自己會 自己按這些東西 昨天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對於我來說 所以我會覺得 這些 日記網絡這些 是很厲害的 消費習慣的改變 習慣的改變 也很方便 但是當你習慣了的時間 就 對它的業務的發展是好 但是有件事就是說 至於香港的市場 都是小 只會說是小 所以變成 我說你去行不行 我覺得還是看看 之後它的量 可不可以再做大一點 現在我會覺得 它也是 蠻蠻蠻蠻蠻 好 剛才提到 如果想搏反彈 又不選200 可能波幅比較小 但是 又這樣說 金礦股 今天又能不能搏 現在 山東黃金跌到大約1.7% 如果市場要再跌 環球股市 繼續受到疫情影響 資金都應該保持避險 或者派到黃金 或者派到債 其實這一段 為什麼金礦股會這樣跌 剛剛這一段時間 是特別的 金價對回去 為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美容是強了 剛剛因為出去吃飯 還沒多研究一下這件事 但是你看到金礦股的時間 這些金礦股全部都跌得很厲害 是啊 電子金 甚至好像 新的黃金 都跌回去 是啊 但是如果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都是選擇200 Sparthe ETF 其實金價你預算去到 都是在這一段時間 會好錯的 因為大家記住一件事 現在的問題 在環球的金融市場 你可以當作股貪債 債 想回金市匯市 其實這些影響的波及性 是你比較難去預計 我看到現在是否突然間解設 突然間歐洲爆些出來 這些東西出來 這個美金馬上動 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其他商品價格 那些東西 但是這一段時間是很難去預計的 所以我只可以說 現在大家買什麼都好 其實最重要買一些 就是真的比較安全 你說金礦股 金礦股的話 Sparthe ETF 這些跟著金價去行 金價 其實剛剛這一彎的時間 又去到我之前所定的目標價 這段目標是1700元 但會讀到了 那下一些 但是你說Sparthe 這些又再賠一點再買都可以的 我今天才問你有沒有些 拿得安心又穩陣的 其實現在是 可以低級 拿罐頭 還是現在其實大家都 繼續可以不需要太心急呢 我啊 你看我們都好像這麼悠閒 又知道都 還沒去到衝入市場的時候 因為這一段你問我 就是問自己問自己 怕不怕呢 不怕 真的不怕 我們都說有一幅圖 什麼IFC 今天很多人排隊 我覺得還未至於這個 可能因為為什麼 我們會不怕呢 是因為 真的可能現在出現這些狀況 我們之前都有點預計了 嗯 因為你見過我們都 不是 但我們看這些問題 很多人都是想買貨 是 但是我們都真的 過去這大半個月都幾乎婆心的了 都說是 等一下先 都不要急著 day trade為主 還有我們自己本身 就算我自己都沒得貨 你要知道也沒得貨 嗯 所以現在這一段時間 真的可以比較 退下一步看 但是大家如果有貨也好 沒有貨也好 看你自己拿到什麼貨 如果你真的拿到一些 可能你說的5G 甚至乎比較上是 叫做一些 即是安全傳 什麼1310那些 那些 甚至乎ATM這些 當然你考慮一下 再拿著先 但是你預計了要再加住 甚至乎 現在這一刻 要入市的話 都一定預計了 隨時要再加住 即要預備 我想幾手 要有彈藥 彈藥 所以我常常都說 之前的時間 要大家不要急 就是大家連不急的時間 你彈藥充足 轉一些NPF 都不用那麼急 NPF那些 是呀 NPF那些 我會撇上去 那我會離開NPF 不是呀 很多人在想 之前可能轉高位 轉了保守一點的時候 現在就開始轉回 那些 可能分段 轉回它的指數 或者是一些股票的基金 當然不要買美股 為什麼呢 現在還買美股 你覺得它跌完 那沒有的 對 但是NPF那些 你當是分 不過都不是 其實現在 假設現在要買股市道的話 都真的要想 因為現在很多市場 你不知道澳洲 澳洲今天都跌了7% 7% 對呀 那港股也算少 所以你想一下 因為為什麼它跌得這麼厲害 因為商品價格跌得厲害 但是 你見到商品市場 其實今天是 我想你預計了一兩天 會劇震得很厲害 那外匯呢 你的地址都跌了什麼 你的地址都跌了六百多點 現在 即是今天開始都跌5%以上 外匯呢 那外匯會穩陣一些 如果 不會啦 你今天都現在 就是今天的時間 都已經錯到數 其實你因為 最慘的是 出現這些情況 你只看VIRX那裡就知道了 即是美國的波動市場 現在是爆了上去 爆了上去 爆到很多 現在到期跌多少 千多 到期都跌千多 千多點 所以你想一下 港股已經算聰明了 硬正 但這些硬正 是否等於沒有事 又不敢說 是不是還有一位 家庭觀眾的電話 不如我們先聽電話 好啊 李小姐是否在電話旁邊 Hello李小姐 你好 不好意思Stanley 我又麻煩你 我想問你 如果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今天早上走了一隻熊 我想問現在怎樣部署 讓它彈上來再沽 還是現在晚上上 彈上來再想想 沽不沽它 因為既然你吃了鑽紅 恭喜你 終於可以吃了鑽紅 是吧 大問題 現在這些事情 都跌了差不多 成千點 現在好像 現在又彈上來 但是 我想你又看看今晚 美菇會不會再放下去 但你這樣又變得很薄 所以我覺得你既然爭了算 不如今天 今天下午 暫時休戰 看看情況 如果那天再有彈的時候 再想想沽不沽 但是現在這位 再追沽的話 就不著數 因為 這樣 那是否明天再跌 就買相片 明天 明早上你打人問我 好嗎 明早上你打人問我 沒錯 現在有太多因素要看 沒錯 又要看外圍 又要看大陸 跌不跌得下 沒錯 有很多因素要留意 今天真是不知道明天的事 所以現在要看市 你寧願要看緊一點 好過你這樣再 如果你是小虎的話 恭喜你 但問題也是要 有錢賺 有錢賺很好 很厲害的了 澳洲股市先看看 最新應該是跌了一下 今天是最新 最新應該收到市場了 下跌了7.4% 對 今早 太誇張了 這個跌法 今年 似乎是有些滯後 但跌了1乘4 連了紙巾 是嗎 真的厲害 但他的疫情 看新聞又不覺得 經常講過 因為商品 商品一旦 那個經濟不行的話 他很傷 是 是 嗯 好 繼續看著市場 真的有很多事情要看 每一天回來 其實現在是比之前還忙 所以都遇到他 最慘的是 晚上為例 晚上可能你 好像昨晚來 昨晚來說 昨晚來說沒有什麼 因為你說好像沙特那些 其實下午 大概三四都已經知道 但是昨晚看著什麼 是臨粉之前 你突然看到 哇 你爆得那麼厲害 你好像又不知道 又得奇了 你會看到當地發生什麼事 是 然後你摸摸摸 又有一兩點 是啊 好 這次和Sandy談到這裡 都答了不同的問題 都申報先有沒有持有上述 提供的股份 持有都叫你拜拜 好 麻煩Sandy這麼詳細的分析 是說市場繼續在926點 25222點 看看今天手不手 住在25000樓上收市 成交亦非常大 1047億 看看今天成交會去到什麼情況 這次和Sandy談到這裡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下次再見